我们来看第二个特殊八字 很多人 其实我们常常讲叫做少见多怪 往往看到了八字排列组合 很少见就开始 就觉得 这个八字很特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有什么特殊 甲絮甲絮甲絮物成 各位 很多人一看到他的这个八字 你看他的地支 有没有看到 几乎都是土 都是满满的财 这样子 他就一定很有钱 各位 我简单的讲 很多人就会有这一种的情况 其实 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在八字里面并不是在算说 他有几个财 他就很有钱 也不是财多多 就很有钱 而是 他的财运要维持住 他的财运要维持住 HC你好 不能够少 他的财运不能够少 所以像这一种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地支 他的财运会减少 用盒的 毛续合 陈酉合 还有 用尹木来克 所以这个就是他地支 所害怕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像这一种八字 只要他维持四个 或者四个以上 他的财运就特别好 我们就来看 好 他要维持四个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只 可以 丑 还更多 不是更好吗 银 我们说过不行 毛 不行 橙 可以 四 可以 五 可以 卫 可以 深 可以 有 不行 虚 害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这三个不可以 他总共有九个都会让他的财运 最少维持四个以上 而他本命就四个 所以 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其实像这种八字 他的财运非常非常好 财运好 他就适合往商场去发挥 而不要在官场里面打断 否则的话 我们都知道 财运好 结果在官职里面打断 其实 他的一个CP值 性价比 非常非常的低 而这个八字 其实他并不特殊 还是回归 我们五行派时常讲的一句话 透过五行流通 去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 他就不好 少变多 他就会好 而 要以哪个为基础 这个多跟少 他当然 可以用根本命为基础 他所以他本命是财 所以他只要比是财 还多 或者是等于是财 基本上他的一个财运 就会很好 然而 这个是跟本命比 另外一个是跟大运比 各位 另外一个是跟大运比 因为我们人会有比较 几岁到几岁 这一种情况 什么时候是比较低潮 什么时候是比较高峰 这个就是由大运跟大运比 这一种的感觉会比较深刻 我们简单的讲 我们就会说 你去年世财 今年 去年世财 前年三财 都没没怎么样 前三 今年四 跟去年比 你当然会觉得好 不错 为什么 因为你多了一财 但是跟本命这样比起来 你就会知道 你的财运其实就是维持一个平稳 还有一种的 可能 去年 两财 前年 三财 那这一种情况你就会知道 哇 前年有三财 去年就只有两财 还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还比本命糟糕 那就是表示说 真的很烂 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种比法 而这一种的比法 他的感受 会比较深刻 他的感受会比较深刻 所以像这一种八字 其实 在五行派 他是最喜欢的 简单 明了 马上跟你讲 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而这个是什么 他的财运 这是他财运害怕的 但是很有可能他不是走财 他可能在工作职场 那在工作职场下 在工作职场下 要看的是什么 他的官 这时候就要看 他的官 官在天干地支能够用的有哪些 庚金 可以 土生金克甲木 金金也OK 地支 生金OK 酉金 橙酉合 不行 所以很有可能他走官运 他就要把握住这三年 而这一年 其实是他官运不好 同时也是他财运偏弱的一年 所以像酉年 或者是酉运 这个酉字 就是他人生里面 财官都很弱的一种情况 就是他的低潮 他就要特别注意 不管是酉大运 或者是流年的酉年 他都要注意 这个是他人生的一个密码 壮大一年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这种八字 说特殊来讲 在五行派就没有特殊 五行派永远都是回归五行流通 他不跟你扯别的 了不了解 他完全不跟你扯别的 我 你看我在讲八字的时候 我永远跟你讲的就是什么 五行流通 其他的我根本就不想讲 因为他会让你怎样 有杂讯 然后很有可能会让误判 这样子就不好了 了不了解 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 叫做特殊 格局 特殊八字 其实一点也不特殊 只是你要如何判断而已